饶舌功力一流的芭比 是YG旗下ICON的人气成员 不过他却在去年8月 5月仅宣布婚讯 更在一个月后爆出当霸的消息 先上车后补票的行为 让好多粉丝都感到错愕 甚至是无法接受 今年5月他跟着团队一起回归月谈时 曾在节目里说出新声表示 未婚就有孩子这件事情 并不是个好榜样 对粉丝感到很抱歉 也亲自向每位成员道歉 他跟承诺会努力参与团体活动 来报答大家 没想到15日却爆出 芭比将断开和YG的10年情谊 不再续约 再度掀起热议 对此YG紧急发声强调 这是毫无根据的事实 距离芭比合约到期也还有时间 消息虽然马上就被YG否认了 但他们并未明确说明 合约期限还剩多少 ICON是否正在积极讨论续约事项等等 加上之前队长BI才应爆出吸毒风波而退团 种种因素还是让歌迷们都超级不安